会议由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与东盟轮值主席国柬埔寨副首相兼国防大臣迪班共同主持 魏凤和说 去年11月 习近平主席同东盟各国领导人宣布建立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这是双方关系史上新的里程碑 30余年来 中国东盟友好合作不断发展 成果丰硕 中国东盟应继续携手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将南海建设成和平之海 有意之海 合作之海